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经过几天的调整呢 我自己的配方已经做了几次改进 今天我们就详细的聊一下 如何在家里面自己配置耳尿 很多钓鱼的朋友 首先金束这种调法,玄缀调法 然后购买的耳料都是像我面前的这几种 像我们大概比较熟悉的老鬼公司生产的野战系列 918 还有就是像这种 这种我们一般把它称为状态耳料 速工二号 还有一个就像这种蓝剂 是中国钓鱼用的比较多的一款 它经常和 老鬼的918 还有速工二号进行搭配 也是另外一种老三样的配方 还有就是 价格比较昂贵的 玩久的耳料 这款是鲤鱼的 这款是鲤鱼的荒石 一般 价格都比较昂贵 价格都比较昂贵 这个是800克的 算中包 还有小包的 然后这款立座 是 钓鲤鱼用的 而且用量比较少 我们在做自己的耳料之前 先看一下他们的原材料 都是哪些东西 它这里没有写它具体的成分 但是有写了 加入了大量的野生螺肉粒 以及自然发酵小钛蛋白源 实际上就是蛋白质和氨基酸 然后我们看速工二号 速工二号 它也没有详细写它的原料成分 它只是介了 简单介绍了 本耳入水 就是当进入水中以后 它氨基酸类的强效鱿鱼成分 呈化学梯度迅速溶解扩散 然后将周围的鲫鱼 快速的引诱过来 耳团吸水逐渐膨胀 呈海绵状散落掉点周围 使引诱过来的鱼 有东西可以吃 聚在一起不容易散开 然后添加有鲫鱼喜欢的麦类蛋白 卵黄素等素材 然后我们看 玩久力做的成分 它只写了 主要原料有鱼粉 谷物配合物 营养成分有粗蛋白质 30.3%以上 粗脂肪3.5%以下 水分12.2%以下 粗灰粪12.5% 12.5%以下 还有粗纤维碳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比较高 它是达到48%以下 然后我们看荒石 它同样的主要原材料是鱼粉加工品 酵母和青海苔 海苔的话就是海藻 然后这一款918农心的4号 写的稍微详细一点点 它选了南吉林虾 沙蝉 螺肉粉 水解鱼蛋白等素材 再配合小麦蛋白 马铃薯雪花粉 豆类小泰 小泰的话就是 泰这个东西就是比蛋白质小一点 然后比氨基酸大一点 然后加了一些 幼石剂也就是添加剂 从上面这些产品的说明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它就添加了植物蛋白小 和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 但具体的种类是哪些呢 我大概提炼出来的就是最基础的几个东西 就是麦肤 这是麦肤 这是肤皮 然后土豆雪花粉 这是片状的 还有叫骨软粉 或者我们商业名称叫拉丝粉 然后最主要的添加的比较多的就是小麦配芽 然后这几个都是从植物 主要是从土豆 剩下的这三个都是从小麦上面提取出来的物质 嗯 要它呈现出来的味道就是很清淡的一种古物的香味 如果要让耳料的味道呈现浓烈的腥味 就需要添加一些像鱼粉 还有虾粉 以及这边的蝉绒粉 螺肉粉 嗯 我待会儿演示一下 就是我们做一款耳料最基础的几样东西 四个东西吧 最基础的四种材料 我们用的最多的一种原材料就是小麦配芽 它是小麦在加工加工成面粉过程中去除掉的部分 嗯 材料 它呢 含有的营养物质特别多 嗯 但是在制作面粉的过程中 因为它含有一部分的油脂 容易导致面粉变质 所以它会被剃除掉 通常一千公斤的小麦 可以提取出一公斤的小麦配芽 但是因为它 嗯 对人的使用价值不是很高 它是作为面粉加工的加工过程中的次挺被筛选出来的 所以它价格很便宜 我们一般在耳料的添加量的话 小麦配芽需要加到30%以上 嗯 小麦配芽的话 这个是生的 就是只是经过了干燥 嗯 如果我们经过炒制 它会散发出更浓烈的一股 古物的香味 小麦的香味 生的小麦配芽 它有几个特点 它不容易打散 很容易粘截在一起 但是放入水中的时候 它会一片一片的 像花瓣一样 它有落在水里面 我们先加 45克的小麦配芽 45克的小麦配芽 啊 小麦配芽 甚至。。。 在水里面 这样的颤带 你看 看看 不容忍 这就是小麦片芽的样子 第二种材料的话也是我们用量比较大的 就是土豆雪花粉 它就是经过土豆然后加工而成的 那它是现状的 我们先加个18克 好 这个是一种材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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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18克 第三种材料就是骨软粉 然后我们中国钓油一般俗称为拉斯的 它有不同的木树 就是它在经过粉碎的时候颗粒的大小不一样 我们一般木树越高 木它的颗粒程度就越小 嗯 这个是100木的 然后我们加24克 然后我们加24克 好 嗯 嗯 下面第四种材料就是也是比较长的就是肤皮 那我这里有两种它都是肤皮 嗯 这种是 嗯 直接从小麦上面脱壳 也就是小麦的外壳 然后经过一定的破碎 然后和干燥加工制成的 它是生的 这种我们一般在夏天钓 鲤鱼或者大体型的挤鱼的时候 就是钓大一点的鱼的时候会比较用 比较常用一点或者加的比较多一点 但今天我们做的这款是 一款主要针对鲤鱼 而且现在气温也比较低 马上就冬天了 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一款 叫青肤 然后青肤也是小麦的肤皮加工而成的 但它经过膨化和破碎 它的颗粒很细 像粉末一样 嗯 然后因为它经过膨化 它内部的结构已经改变了 是很多充满了很多连续的或者不连续的封闭的小气孔 导致它的密度很小 如果直接扔到水里面 它是会浮起来的 而且它几乎不吸水 或者说它吸水的含量是很低很低的 我们一般在开制耳药的时候 要注意你添加的青肤的含量 因为它是不吸水的 不要因为加了很多青肤 然后就添加 同样添加很多水进去 然后这样会导致你的耳料很稀很软 然后泥不成团也开不出好的拉耳 它最大的作用是减轻耳料的整体的密度 让它入水的时候更轻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在入水以后快速的炸开 然后在耳经过的地方形成连续的雾化区域 这样能再加上我们耳料里面含有其他的物质 比如说鱼粉和虾粉还有其他添加剂 那这些物质会随着青肤的散开和扩散 而向周围的水域扩散 然后把周围的鱼引过来 青肤的话我们今天加很少的量 只需要加9克 我们看一下它9克的体积有多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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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素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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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把我们自己配置的这个耳料和商品耳料进行对比一下 这里是一杯我们自己的耳料 然后 好 好 好 然后在这里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下开耳 我们一定要用大一点的盆子 上面最好是平的 而不要使用很小的碗 我们现在等待10分钟 等待10分钟 好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10分钟 已经到了12分钟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两口耳现在的状态 这是老轨的 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 我们公平起见我们打的次数都规定为5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好 OK 我们把它 放到 放到一起 然后把它握成团 就这样 把里面的空隙挤出来 然后我们的耳料现在从感觉上要比老轨的吸很多 水感觉加多了 没关系 我们先 因为我们加的是做对照对照时间 我们所有的加的水的量和油档的次数都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我们先看它入水的状态 123 我们那一款的话 我们自己配的很快它就散掉 然后脱落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们的水加的多了一些 这是我们重新加的1笔0.7的水的比例的瓦料 我们把它融在一起 一次 两次 三 四 五 好 一 二 三 一 三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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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次我们看到 我们加了35毫升的水进去以后 我们自己配方的耳料 它的雾化脱落 雾化要少了很多 但是还是很快又脱落了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增加它揉打的次数 让它变得更粘一点 好 我示范给你们看 今天配置的这一款耳料 至少在戳耳状态上 已经和918的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商品耳和我们自己配 现在这个最大的区别 是在我们一些看不见的地方 因为这个我自己提供的这个配方 它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配方 就像我们做 你知道什么吗 披萨一样 披萨 我们可能学会了如何 和这个面粉 和如何烤制它 但是如何加那些配料 辅助的那些什么 比如奶酪 还番茄酱 还有什么东西 那个是每个厂家 他自己的配方 他也不会轻易告诉我们 但我所知道的东西 在这里 这里面 这几个小瓶子里面装的东西 我们统称为小药 或者添加剂 还有哪些东西 比如说 这款 什么二甲基 β 饼酸 赛亭 它的英文名字简称就是DMPT 还有氧化三甲胺 符合胺基酸 冰箱油 维生素B2 鲜草莓 这是一款香精 它加到饵料里面去 以后就有一股 草莓的味道 就像草莓冰淇淋一样的味道 然后这个是牛黄酸 这些东西 绝大部分都是化工合成的 通过化学工业合成的一些材料 它起什么作用呢 起到添加味性 然后增强刺激性 对鱼的刺激性 然后对鱼的诱惑力 还有就是促进鱼的觅食欲望 还有像维生素B2的话 它就是一个一种维生素 但是这种维生素是鱼类自己不能合成的 它只能向自然界中的其他食物里面去获取 鱼的天性呢 会导致它对某一类的食物会非常有的兴趣 比如说我们鲤鱼比较喜欢吃的就是蚤类 水蚤 还有螺丝 然后青鱼就特别喜欢吃螺丝 然后像鲤鱼的话 它是扎实类的 但是不同阶段的鲤鱼它进食的偏好也不一样 小鲤鱼或者所有的小鱼都喜欢腥味的 也就是动物蛋白含量很高的耳药 因为大量的动物蛋白能够帮助它们快速的成长长大 然后当鱼大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到一定的年龄以后 它更偏向于清淡的植物蛋白的耳飘 也就是像麸类的或者玉米类的 所以我们在实际钓鱼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当地的环境 还有自己想钓的鱼的种类 比如是大的鲤鱼还是小的鲤鱼 还有就是在什么季节 是夏天春天还是冬天 冬天的话 比如北方像俄罗斯地区 乌克兰地区这些很北的地区 冬天很冷 甚至会结冰 河里面会结冰 那鱼 鲤鲤几乎都不再活动了 很少活动了 那鲤鱼的话 还有一定的旧食的欲望 它还能够吃东西 那这时候它更喜欢哪种玩意 可能你 你们当地的钓鱼的朋友 有这样的经验 它更喜欢像红虫 蚯蚓 这样的一些虫子类的鱼儿 为什么 因为它的动物蛋白含量最高 那我们用自己调配饮料的时候 就需要添加更多的像鱼粉 虾粉 还有蚕涌粉 或者是红虫粉 或者是蚯蚓粉 这样更多的一些动物蛋白的成分进去 在春天的时候 也是可以这样添加 但是因为春天水温开始升高以后 与它活动的范围更广 以我们在中国的经验 它更喜欢向浅滩 浅滩的地方聚集 这些地方呢 除了一些水生的昆虫 小虾聚集以外 还有就是刚刚发芽的一些水藻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可以添加一定比例的藻类元素 夏天的时候 因为气温比较高 食物 鱼的食物来源也很丰富 我们这时候 想吊 再加上小鱼特别多 小杂鱼特别多 会疯狂的抢你 你的饮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主动的把饮料的味道变得很淡 更偏向古物类它自己本身的味道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添加 在配置饮料的过程中 像小麦配芽 麾皮 清肤 还有玉米粉的含量可以提高 然后可以添加别的一些植物蛋白的东西 也就是夏天要把植物蛋白的比例增加 还有像大豆的一些豆薄 还有像玉米渣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用到的 就是米糠大米的骨壳 就这些东西 让它植物蛋白的含量提高 让植物蛋白的含量增加 降低它的 然后降低像虾粉和鱼骨粉的含量 尤其是鱼骨粉 虾粉的话可以适当添加一点 因为虾对所有的鱼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秋天的时候可以参考春天 但是 因为这时候要鱼药准备过冬 那么它还是本能的 希望收拾更多的动物蛋白的含量 来保证它能度过这个冬天 我面前的这一些添加剂 我暂时不推荐你们自己添加 因为有些东西 第一是可能不太方便购买 第二个 它添加多了的话会导致你的鱼 导致鱼儿 我们叫死窝 就是鱼可能反而不太喜欢吃你的鱼儿了 它这个量控制的很精确 通常添加的含量 按重量的比例的话 可能就在1%到3% 多的某些种类的东西会添加到5% 个别的东西 是按1,000到5,000的比例来添加的 就像这个DMPT 它如果一旦加多了以后 鱼根本就不吃 所以说添加这些东西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它有没有效果 目前看来我们查阅了很多论文 或者是相关的实验数据 它确实有用 但它更多的是运用在 养殖鱼类的饲料添加上面 我们在自然界 自己一点一点的去尝试 然后做实验 去对比看有没有效果 因为每个地方 因为每个地方说实话 每个地方的人他吃的口味都不太一样 可能吃的像我们四川的喜欢吃辣椒 喜欢吃辣的东西 但很多地方他根本就不吃辣椒 对吧 鱼也是 因为自然界的鱼 野外的鱼 它首先 最 首先觅食的场所 还是它所处在的那条河 或者是那个湖泊当中 它周围 能够提供什么样的食物给它 它肯定是优先吃这些东西 我们还要去参考当地的环境 去 来改良 或者改善自己的配方 然后这些配比 未来的话 我会把这些原材料 单独分开 来仔细的去讲 它们有什么功能 它们有什么特点 然后再怎样去运用 我们其实在中国钓鱼的话 大部分还是购买 这些商品的耳料 因为方便 价格呢也不贵 但是我们 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把 这些原理搞清楚 它是什么组成的 它大概的一个配比 我们还是希望把它搞清楚 然后对于国外的一些朋友 像我跟几位 乌克兰 还有俄罗斯的朋友了解过 它们可能通过 它们可能通过 阿里苏麦通 去购买这样的耳料 像这款 像这款 我们买的话 它的建议零售价是12块钱 12块5人民币 折合的话大概1.5美金 如果我们 购买一定的数量 比如说 20元30元人民币 或者单独购买它 然后这个 商店是会负责免费帮我们邮递过来的 但是国外因为运输的原因 它的运输成本很高 所以它的价格也很贵 可能要7到8美金 甚至10美金一袋 然后而且需要等待 几个月的时间 你才能收到这些产品 我想这些配方 还是最大的初衷 还是希望 外国的一些钓友 喜欢 玄缀钓法 或者你们称为 Pedabuna 这种钓法的朋友 能够 以更低的价格 去享受这种 钓鱼的方法 能够自己解决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自己在当地解决 这样的话 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 或者更多的机会 去享受这种钓鱼的方法 然后体验它 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详细的配方 我会在视频的最后 公布出来 然后 如果有朋友 想参照这个配方 来进行配置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先配置一小部分 而要自己进行试验 然后去和 当地的湖泊 水库 或者河流里面 去垂钓 进行试验 看看效果怎么样 然后呢 根据你垂钓的效果 来进行改良 比如说冬天来了 气温开始降低 水温也开始降低 那我们就适当的 要多添加一些动物蛋白含量的 这些东西 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讲过 嗯 最后的话 还是希望 我们所有的 喜欢 玄缀钓鱼的 钓鱼人 能够 享受每一次 出去钓鱼的 机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梦